这天小明正和小美分享这个周末去和兵骑脚踏车的事 小明她发现自己踩动踏板时 脚踏车的车头灯会发光 猜测是不是自己气喘吁吁付出的能量 最后变成了车头灯的能量 而除了踩脚踏车之外 还有钻木取火 通电让电风扇转动 核能发电等 生活上许多不同的现象中 表现出不同的能量形式 相信每个人从小到大 无论是在学校求学的过程 电视上新闻媒体的报道 都听过动能热能等各种能量的形式 或是在描述自然现象时 也会常常用到能量转换和能量守恒等专有名词 但如果真的请你解释说明什么是能量的时候 好像又觉得说不太出来 能量的概念真的是既具体又抽象 那科学家如何说明能量的概念呢? 费曼在经典的《费曼物理学讲义》中 就要描述能量守恒定律 世界上有某种量 我们称之为能量 当自然界进行着各式各样变化时 这个量会维持不变 费曼还用一个淘气阿丹的积木故事来说明 淘气阿丹有28块积木 有时积木个数好像少了 结果发现是因为阿丹藏到玩具盒里 不过只要测量玩具盒总重量 就能推算积木个数总和永远是28 能量就像积木总数 是个不变的数值 而将积木藏到玩具盒或沙发的后面 就像人踩脚踏车时 将自己的能量转换成脚踏车的电能 光能 能量乍看之下消失了 实际上是转换成不同的形式 能量的总数依旧相等 称作能量守恒 那么像是光能 电能 动能 热能等许多不同的能量形式 要怎么描述能量的转换呢 我们常常会利用做工来描述 做工可以说是一种能量转换的过程 而工 W Work 的定义是 外力F 作用物体上 物体在施力方向产生位移S时 物体做工W 就是两者相乘的成绩 W 等于F S 举例而言 如果想是水平力E牛顿推动地上的木箱 让木箱产生一公尺的水平位移 就需要做工以胶尔 所以 做工单位胶尔 也可以写作牛顿乘以公尺 胶尔是一位物理学家 曾进行热工当量实验 是一位对能量守恒概念非常具有贡献的物理学家 所以 以胶尔为名 当作能量的单位 做工和所有能量形式都一样是纯量 不具有方向性 仅具有数值的大小 而力与位移是向量 具有方向性 而根据做工是否能成功转换能量给该物体 常见的几种情况为 做正工 不做工 做副工 现在就来逐一说明吧 首先 若施力与位移同向或夹锐角 则做正工 代表给予物体能量 而这个能量就可能变成物体的动能 举例来说 在体育课打篮球时 小明抢到篮板球后 想将手上的篮球传给小美 手的施力为10牛顿 位移为0.5公尺 假设手的施力和位移完全同向 这个时候小明做正工 如果没有考虑任何损耗 小明做正工 就是将能量给了球 球就得到了五胶耳的动能 向前飞出去 接着是不做工 若施力与位移垂直 代表没有给予或拿走这个物体的能量 若这个物体仅受到一个力做工 也代表物体的动能就不改变 举例说明 刚刚的传球过程中 球所受的重力向下 和位移完全垂直不做工 则物体动能并没有因为重力而增加 但若施力与位移反向或夹盾角 则做复工 代表取走物体能量 可能让物体的动能变小 举例来说 小美接到球的过程 手的施力为10牛顿 位移为0.5公尺 假设手的施力和位移完全反向 这个时候 小美做复工-5胶耳 代表拿走球5胶耳的动能 球停在她的手上 此外 你是否有这样的经验 每次去大卖场时 刚开始 会想把手推车推很快 如果持续顺着手推车位移往前推 手推的力做正攻 推车得到动能会变快 而如果逆着位移去推手推车 手推的力做复工 推车动能就被拿走 就变慢了 在刚刚的传球和手推车的例子中 如果想从运动的能量计算物体的速度 就必须了解动能的定义 物体因运动所带有的能量就称为动能 动能大小和物体的质量及速率有关 同一个物体速率越大 动能就越大 反之速率越小 动能就越小 而动能是一种能量的形式 单位与工相同 都是交耳 根据刚刚手推车的例子 顺着位移推手推车 力对手推车做正攻 起予了手推车的动能 动能因此就会增加 力正位移推手推车 力对手推车做复工 则是拿走了手推车的动能 动能因此就会减少 所以在手推车的例子中 我们看到了做工与动能的关系 位力做工等于物体动能的变化 接着再来看另一个例子 打扫时间把椅子抬高到桌面上 会发现椅子的动能并没有增加 显然搬椅子做工的能量 是转换成其他的能量形式 而不是动能 这种和高度有关的能量形式 叫做重力位能 什么是位能呢? 物体由于所处位置不同 具有不同能量 这种形式称为位能 在地球表面一般定义 地面的重力位能为0 则高度H的重力位能为U 而且高度越高 位能越大 高度越低 位能越小 位能也是一种能量的形式 单位与工相同 都是交耳 常见的位能 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 例如 橡皮筋的弹力位能 而从刚刚扫地搬椅子的例子中 我们看到了 做工不一定是转换成动能 也可能转换成位能 外地做工等于物体位能的变化 那这个位能会储存到什么时候 会永远储存吗? 当然不会 椅子掉下来的时候 位能就会释放了 尤其还被砸到脚 真的是好痛啊 让我们来将大家学到的知识进行整理 一起来确认是否学会这些重点 物体做工W 就是外力F和物体失利方向产生位移S 两者的成绩 而物体做工以外力F和位移S方向不同 可分为做正工 不做工 做复工 另外 物体因运动所带有的能量为动能K 物体所处位置不同 具不同能量 这种形式称为位能U 最后脑力激荡一下吧 学习了许多能量的基础概念 让我们来学以致用 试着以棒球选手投球 捕手接球的过程 判断做工的正负和动能的增减变化 并试着自行发想三个自然现象 说明过程中的做工 以及动能或位能的增减情况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